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许荣江 国民党身陷诈骗郭台铭的泥闹 现在内幕越爆越多 昨天我们节目率先披露 郭台铭将办三场感恩座谈 同时来宾爆料 郭台铭对黄建廷非常的信任 那郭涵会面前呢 都事先跟黄建廷报告 让朱立伦岳父高玉仁 能够提早一步到云林 先跟韩国瑜故装 以致韩国瑜只能跟郭台铭拍照 不能表态 这就让外界好奇了 为什么是高玉仁出马呢 媒体人黄光琴质疑 干朱立伦岳父什么事呢 从头到尾就内定侯友宜了 但又设了一个局中局 就一路诈骗郭台铭 只不过侯友宜当初是朱立伦 提拔担任新北市的副市长 后来想选总统跟朱立伦 产生心结 但到最后却要早内定侦招侯友宜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 跟高玉仁有关吗 但也不能把郭台铭耍得团团转 那全台湾民众现在都看到了 郭台铭的民调超越侯友宜 却硬生生地被做掉 那郭台铭的下一步 支持者喊吴郭投科 郭科会怎么合作呢 照理说这对蓝影是雪上加霜 那侯友宜不愿对郭台铭修补关系 现在全党反而是针对绿营狂打 诚信对抗诈骗之战 抹黑民进党还有赖清德 跟诈骗集团有关 但是有证据吗 还是拿一张照片 或是请帖开始做文章呢 乌贼战要稀释诈骗郭台铭的效应吗 那这会不会又让柯文哲 捡到便宜了 最新的青蓝民调显示 赖清德的民调依然领先 但是侯友宜跟柯文哲只差2%了 柯文哲要反制蓝影操作弃科宝猴 还有抢当非赖共主的剧本曝光 总统大选最新情势发展 在节目中都有深入的分析 先叫来宾首先是 民进党立委张瑞雄 大家好 再是桃园市议员于北陈将军 大家好 政治学教授范世平 还有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叶文芝 大家好 大家好 资人媒体员陈敏凤 大家好 资人媒体员王瑞德 东江好 大家好 好我们先来关心朱立伦的岳父 高宇仁出手瞧韩国瑜 郭台铭家门口黑头车 禁令出出 因为他约张化县议长谢点灵 下午两点密会 不排除再布局 东山再起机会 因为他凭被真招 先前找韩国瑜道歉请一时 传出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事前得知后 马上找岳父高宇仁 暗中帮侯友宜 韩国瑜亲口告诉郭台铭 就说前一天有这个聚会 所以他今天只能够跟他合照 没有办法表态 高宇仁出动 还带着一个黄敏公 那我试问 国民党是朱家党吗 自己反驳的民调 不利于侯友宜的排除 有利于侯友宜的就列入 郭董你选择频道 用调力的然后挂紧 他吃坏肚子 他用一个初选的规格 拼老命在选举 那党中央搞黑箱 对当事人极度不公平 面对争招内幕 连环报国民党没有回应 外界关心郭台铭的下一步 泛澜未来如何整合 就看朱立伦和郭台铭 如何盘算 好 郭台铭被国民党诈骗的内幕 是越报越多 黄建廷在脸书自报 是他带着郭台铭一起祷告 证明应该是用这样的方式 来取得郭台铭的信任 那昨天我们来宾就爆料 郭台铭跟韩国瑜会面之前 先跟黄建廷报告了 那没想到朱立伦竟然让岳父高玉仁 先行跟韩国瑜见面 不管说是故装或是拆弹也好 反正就是破坏郭台铭的努力 那媒体人黄光琴在脸书 就还原5月14号 郭韩会的前一天 除了高玉仁 韩国瑜之外 还有云林县的前县长张荣卫 还有苗栗县县长中东景 以及桃园市党部主委黄敏公等人 难怪韩国瑜后来只能跟郭台铭拍照 没有表态 这就让人好奇 为什么是高玉仁出马呢 那请他瑞德哥 这道理关高玉仁什么事呢 为什么是朱立伦的岳父 要出马桥这件事呢 为什么资深媒体人黄刚琴 会爆料这个局中局 如果没有这回事的话 如果没有这个牛鬼蛇神的话 为什么国民党党中央不直接出来否认 为什么 因为就是有嘛 然后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呢 不断的爆料 就是因为一口气吞不下嘛 人就是因为一口气吞不下 所以呢才会出来 这个等于说把这些事情都说清楚 讲明白嘛 那么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 既然郭台铭都有这个管道 能够进来到了这个南部呢 那么跟这个韩国瑜一起拍照 那时候还发生了旁边杂物 所以把它修 比如被人家发现 你这个照片是有修图的嘛 还有这个意外嘛 我都说你这个是莫名其妙 多此一举嘛 你应该让旁边有杂物 更显出你们有那个样的一个交情 然后韩国瑜显然愿意挺你嘛 你韩国瑜愿意跟你见面 而不是去跟侯友宜见面 就表示韩国瑜应该是比较挺你的 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嘛 十指紧扣 应该是二十指 两只手这样子弄在一起 对不对 可是很奇怪 韩国瑜事后在脸书所写的东西 是异常的冷静 你知道吗 甚至于有一些冷漠 我就觉得很奇怪 既然韩国瑜 那么而且还没有放跟郭台铭的合照 你都愿意跟他见面 你都愿意跟他拍照了 我相信不是应景而已 一定是有人穿针引线嘛 有了那样的一个交情跟关系 让你们认为可以这样见面 而且郭台铭还愿意跟你韩国瑜 就四年前的事情 对你不礼貌跟你道歉 这是一件大事 韩国瑜态度为什么这样 结果搞了半天 因为刚好这几天 都有跟这个黄光琴同台了 所以他有讲了很多 他直接承认 就是直接跟郭台铭 还有郭台铭旁边这些人 直接采访 郭台铭什么话 直接问 你知道吗 所以因为这样 所以他都已经告诉你了 我不是道听途说 他直接讲 郭台铭给他讲 我给郭台铭求证 很多事情都可以直接这样子 包括用简讯用电话嘛 那郭台铭亲自讲的 你也可以说 是郭台铭 他表错情 会错意 但是有没有这个事 因为是郭台铭 是当事人他今次讲 所以他的可信度非常的高嘛 那为什么高宇仁 要在前一天 特别下去一趟 12点都说 12点这么这么多好 高宇仁又多好 是朱立伦的 这个算是中人 对 怎么那么巧啊 那你这个时候 前一天下去干什么 要里面坐上边 又有韩国瑜 还有各方诸侯 国民党的各方诸侯 陈仗很大 对啊 我讲白了啦 不敢分量 人家这个管制中 又没有在你坐在哪里 对吧 所以事实上呢 地方派系呢 讲不客气说 里面还有你 朱立伦 你们这些人的口中 所说的牛鬼蛇神 就搞了半天 是不是 所以人家合理的怀疑 你们明知道 这个明天 郭台铭就要跟韩国瑜见面 今天却来吃这顿饭 那韩国瑜付这顿饭 是不是红门宴啊 来吃这顿饭 是不是跟你说 意思就是说 国民党马上要这个了 所以呢 能不能怎么样 我这个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是当事人 但是合理的怀疑 是合理的 为什么 因为时间太接近了 时间太接近 整个所谓的黑箱作业 我不客气 就是黑箱作业了 你不要跟我讲 你是公认透明了 连那个民调到现在 都还不透明了 是不是说朱立伦 害怕这个郭台铭 声势越来越浩大 然后甚至跟韩国瑜结合 所以要事先去跟韩国瑜讲好 不要挺郭台铭 其实我们平心而论 如果你是韩国瑜的话 你当然是会比较力挺郭台铭 而且郭台铭愿意跟你认错道歉 你当然是挺郭台铭 为什么 因为四年前 侯友宜是怎么对待这个 等于说韩国瑜的 三重水样公园 那一天我就在水样公园外面 你知道吗 我刚刚有事在外面 要开始集结的时候 红三军一大堆穿红衣服的 人家来集结一二十万人 你是东道主 来到三年包 结果你这个新北市长 说不来就不来说 你事先找有行程 什么行程比中国国民党 孙总统比较重要 然后甚至要来人的太太 李嘉芬来到你新北市办国民党 八个六个候选人 站台你拒绝来 其中最近的一场 两个同时在三重 距离七百公尺 他拒绝嘛 你当时是怎么 用冷漠冷淡这样去对待 这个等于说韩国瑜的 要是我是韩国瑜 我当然希望多帮郭台铭一点嘛 可是韩国瑜的态度很奇怪 为什么韩国瑜会买单呢 韩国瑜的态度就是 所以事先有这么一场 我不知道是不是红门宴了 但是是不是有什么 道德劝说之类的 那要韩国瑜跟当事人出来讲 我才知道 可是时间太巧合了 然后从头到尾 在我们的节目里面 我都跟这个仲将 跟观众朋友讲 没有郭台铭的戏 从头都是男主角 就是侯友宜 只是这个男主角演得不好 就这样而已嘛 事实证明我是对的啊 为什么 郭台铭错在哪里 郭台铭错在其中第一场 造势高雄显然不好 但是在屏东跟台中越来越好 他越来越好了以后呢 结果没想到那个风光 对郭台铭来讲 对蓝军来讲 有多久 从输了到现在 从那个林明珍补选完以后到现在 那种气势又回来的感觉 有多少 就这一场嘛 什么时候可以大进场 200公尺走了半个小时 走不上来 因为那个支持者太热情嘛 所以呢 当他不断的热起来 不断的热起来的时候 这时候本来要利用郭台铭 我讲坦白的 只是在某种程度上面 牵制这个侯友宜啦 意思是说我还是你的老大了 你没有我提拔你 有你啊 13年前 13年前 那么马英九多讨厌你 这个侯友宜 马英九当总统 第一件事情 就把侯友宜的警政署长给卡掉 一脚踹去当那个 只能管学生的警大校长嘛 所以你知道 可是问题是 他又不能让郭变成像真的一样 为什么 因为他让郭变成真的一样以后 你记不记得 曾经在者里面传话 有讲一句话说 朱立伦说 侯友宜 如果是侯友宜的话 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相信这讲出了 朱立伦的内心的心里话 朱侯心结 这句话就跟侯友宜脱口而出 在替县隆界打报评评说 台南人没饭 意思是一样的 暗中出共 暗中出共 侯友宜是警察啊 是姓叔啊 为什么要下自白术 因为第一次讲出来 没有经过思考 没有经过那个 所以写出来 大部分都是真的 对 侯友宜会不知道嘛 当然知道嘛 所以脱口而出嘛 那朱立伦也没讲错 可是问题是朱立伦 郭台铭太相信朱立伦 你知道吗 朱立伦是讲出 他的内心话 但是他另外一句话 没有讲就是说 可是你也不受控啊 就是你可能也不受控啊 我不能让你担心到后来 变成你 郭台铭变成 南营的共主 那我朱立伦 我要到哪里去 但是也让人好奇 这中间过程 如果说真有诸侯行前 那为什么朱立伦 到最后是非征召侯友宜不可 所以呢 这个跟大家讲 不是有国民党的高层 很有意思的 去把郭台铭 举成这个 类比成现代岳飞嘛 对不对 岳飞为何人所害 秦快吗 不是 为什么 他是为宋高宗所害 是 云回回清二宗 你在哪里啊 所以呢 如果让郭台铭做大的话 他什么都没有了 如果适可而止的 把压抑一下侯友宜 但是到最后说 我给你 你才有 你知道吗 那我还可以跟你 这就是为什么到后来 还是给侯友宜的原因呢 对 这一局当中呢 其实充满了非常多的疑点 当然现在媒体人所爆料 就是觉得奇怪 为什么是朱立伦岳父 高宇人要亲自南下 然后跟张荣卫 中东姐和黄敏宫 这些人要一起来 跟这个韩国瑜 不管是打针也好 或者是 或是固装也好 或是拆弹也好 然后呢 这个重点还是在于 韩国瑜还真的买单了 事后他非常的低调 请教于将军 这当中到底有什么样的 美国在里面呢 既然你当初 希望郭台铭出来选总统 那时候人家觉得 是朱侯心结 但是后来又变成 是内定侯友宜了 就真的觉得奇怪 这当中的转变 关键到底是什么来 我想朱立伦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无论是提郭台铭 还是提侯友宜 最终的结果 不能伤到朱立伦 那我所谓伤 所以你看朱立伦 在5月20号 在讲话的时候 讲到说 所有人都认为我自私 都冲着我来 我就是要支持侯友宜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什么 他没有伤到 这次他硬提侯友宜 对朱立伦无伤 可是大家想想看 如果5月20号那一天 是硬提郭台铭 所有的胜败 扛在朱立伦身上 如果郭台铭选输了呢 朱立伦完蛋了 因为郭台铭不是 不是党员 对 一意孤行 改变选举的模式 用所谓的这个 钱刚独断 都是你一个人 他要一个人扛 可是如果提了侯友宜 侯友宜选赢了朱立伦的功劳 选输了侯友宜不够努 因为大家的共识 都要提侯友宜 所以不受伤 那为什么要制造 这个郭台铭出来骗他 其实朱立伦骗郭台铭 是有原因的 如果没有郭台铭 这个人物的出现 侯友宜现在还在 新北市好好做事 他还在拖 还在拖 继续按照新北市既有的议事行程 开始局处来做报告 可能现在都还没开始总咨询了 等到总咨询结束 可能六月份下旬了 下旬后再配上了党代表大会 七月份在征召 你想想看这两个多月 朱立伦会被人家骂到爆 你赶快征召侯友宜 在干嘛私心 就自己想当 朱立伦说我这一次 我就没有想选了 可是是这个侯友宜 他不要表态说他要选啊 所以郭台铭 只是朱立伦营造出来的一个 假设的虚拟敌人 用来逼迫侯友宜赶快表态 没有郭台铭出来演得这么像 演得跟真的一样 侯友宜会提早表态吗 他会在五月二十号就接受征召吗 对不对 所以是利用郭台铭来逼侯友宜 郭台铭是尔 调侯友宜上来来选总统 那等到侯友宜开始 讲了yes I do 我愿意选总统以后 所有的事情归共主管 我朱立伦不用再扛了 我不用再扛了 我也不用凑钱了 我也不用帮你安排场次了 我也不用做任何事情了 因为侯友宜你是共主了 听你的 一切听你的 那这样郭台铭太惨了吧 对那郭台铭 被耍得团团转 对可是如果 没有郭台铭这个角色 朱立伦没有办法展现出 他kingmaker的功力 就侯友宜一个 还king什么maker啊 他就是唯一嘛 他就是唯一啊 你朱立伦当个主席 有什么排除万难的决心 有什么排除万难的扛的责任 那这次他制造一个虚拟敌人 那本来就不会是郭台铭 他就制造力跟真的一样 那郭台铭就被朱立伦 花言巧语 讲得跟真的一样 就给骗了 再加上黄建廷的千层祷告 对 郭台铭就信了 就信了 然后就一路就是 真的非常认真的选 一路非常认真 选到绅士即将起来 我之前我就讲过 郭台铭要选这个 国民党的这个总统的 要拿总统的这张门票 有三件事要做 第一个 深蓝的体谅 所以他道歉了 跟国民党道歉 第二个 韩粉的力量 第三个就是朱立伦的支持 这三个你要拿到 所以他马上已经得到了 深蓝绝大多数的体谅 大家对郭台铭不厌恶了 他即将要拿到 第二个就是 韩国瑜的力量 所以他下去找了韩国瑜的时候 朱立伦想这还得了啊 对不对 三个 三个这个所谓的宇宙宝石 他拿到两颗再还得了 那我朱立伦算什么 我干脆派一个人下去 把他那个宇宙宝石给打烂 那派谁 总不能朱立伦自己去吧 朱立伦自己去 万一滑铁路 他就受伤 朱立伦不能受伤啊 朱立伦不能受伤啊 所以派谁 派岳父去 所以找了五辅千岁嘛 连我们桃源的主委 桃源主委跑去干嘛 桃源主委 桃源多好是没搞定啊 他是跟高玉仁 也是关系深厚嘛 高家军嘛 就高家军 他们一家人 高家人嘛 对 要搞这个事情 桃源的主委都下去 下去干什么 就跟韩国瑜讲 这个事情 你不能表态 你不能表态 他明明知道 韩国瑜对侯友宜 有很大的成见 有一种事情 杀父之仇 夺妻之恨 这两件事情不能磨灭的 还有第三件 就是不成人之美 你不成人之美 当时我韩国瑜要选举 请你侯友宜 来当我的新北的竞选主委 不当 对啊 和后做事情 对 我在肇事 在三重题外变 题外的公园造势 离你这么近 叫你来 不来 就不来 这种不成人之美 这仅次于杀父之仇 跟夺妻之恨 你认为 韩国瑜会释怀吗 对啊 还不会释怀 那韩国瑜可以不买单 你高于人来 对不对 所以韩国瑜 他必须还要在 国民党里面 当一个能够左右 情势的一个共主 所以他不能翻脸 对 嘴巴不翻脸 嘴巴不表态 所以他跟郭台铭 造出这个实质紧扣 我嘴巴不说 我用行动表示 对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政治是很巧妙的 你认为韩国瑜 真的权力挺侯友宜吗 我认为没有 我认为不会 如果会的话 520支持了侯友宜 韩国瑜为什么不跳出来 发个文 他随便发一个文 我告诉你 那是十几万人按赞的 为什么不发 马英九为什么不发 洪秀柱为什么不说 之前不都说 要支持侯友宜 这三老怎么都不讲话 他们的沉默 其实就是这种态度了 对 就是说 好 看你怎么玩 就是这样子 就让你自己去选吧 对对对 那韩国瑜也是 看你怎么玩 你叫我不说我就不说 你没有说我不能握手 还二十指紧扣 对不对 那你说郭台铭心里 现在知道 郭台铭现在知道被骗 可是永远都是被骗之后 才会清醒 所以郭台铭现在 见到任何人 绝对讲团结 团结 见到任何人 我对不起中华民国 他都不会口出而言 也不会骂人 可是呢 我告诉你 台面上和气 可怕的是台面下的漩涡 对 多少人开始帮他助攻 因为现在看起来 最口气显然很大 这看起来整个的过程 郭台铭是被骗到 既然被撩起来的选总统 结果呢 又叫他什么 脸书不要发文 然后等等 一直压制他 对那现在才发现 从头到尾 都是利用郭台铭来 给侯友谊这样子 那你说这口气怎么 对不对 怎么能够了吗 而且郭台铭跟韩国瑜 见面的时候 讲了一句话很关键 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们四年前 错过了一次团结的机会 这一次不能错过第二次 对 侯友谊在场吗 侯友谊在场 意思是什么 就没有你侯友谊嘛 团结是我跟韩国瑜团结 不是韩国瑜加郭台铭加侯友谊 不是没有 没有侯友谊 就是我跟韩国瑜团结 四年前我们错过了 四年后我们不能错过 所以才会二十指紧握嘛 所以到现在为止 侯友谊提早表态 对于朱铭来讲 第一个 我全部丢出去了 共主全权处理 不管是筹资金 筹竞选 还有绕人 你自己去绕 我无关了 第二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侯友谊开始 你不能再用躲的了 侯友谊两招嘛 一个蹭一个躲嘛 现在不能躲啦 你所有事情要自己面对 所以你看 侯友谊讲错话 讲那个台南人没有眼睛 朱铭文有出来帮忙解释吗 马英九出来帮忙解释吗 没有 彭秀珠有解释吗 韩国瑜有解释吗 郭台铭有解释吗 大家看你笑话嘛 我看你还多好笑嘛 你不是何而做的事吗 你不是习制千金不讲话吗 现在你变共主 你要群众 我看你讲不讲话 现在朱铭就看你啊 就看你的笑话啊 对不对 那侯友谊到底有多少料 慢慢抖啊 对 慢慢抖 每做一次造势活动 每造一次这种群众的活动 侯友谊就要被抖一次 抖到后面 你还能好好做事吗 他讲 连陈玉珍都在取笑他嘛 陈玉珍每次 你看陈玉珍以后 每次出来受访 都会用侯友谊的话 来答所有次 他现在开始都这样答 对不对 那你觉得厌不厌恶 你有多讨厌我 你就多讨厌侯友谊 就是这个意思啦 对 所以说现在 国民党内部 你认为这些人 都是团结了吗 这些人都是支持吗 你认为在中常会里面 全程讲台语 这些眷村深蓝的人 会接受吗 多少人跟我讲 听不懂 多少人告诉 他讲什么 听不懂啊 听不懂就是听不懂 你讲得好爽 你讲得好开心 你完全下面的听不懂 所以侯友谊 你要摆脱蓝皮 也不能叫绿骨 蓝皮怪骨 你就要开始了解 深蓝在想什么 你就要了解 国民党群众在哪里 你现在分不清楚群众 还是用一招逃 一招蹭 你想要胜选 说句实话 郭台铭心意想 我等着看你怎么选 为了你的观察 你在政坛待得够久 这些人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为什么朱立伦到最后 从有诸侯心结 到后来变成是力挺侯友谊 内定征召侯友谊 然后连他的岳父都要聊下去 帮侯友谊吗 这个对国民党来讲 这其实是未来还有一场 非常大的一个风暴 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去刚好在我们内政委员会 在去视察澎湖的安检所 海巡署的安检所 我刚好有这个机会 刚好跟陈玉珍 因为他是国民党的招委 我是民进党另外一个招委 我就跟他讲说 你这次心情不太好 我就请他吃一碗刺冰 刺冰一吃下去以后 他心情好一点了 就开始一直讲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那天本来不是要开记者会吗 你们那个晚上不是大家讲好 跟那些中常委要吃饭吗 他说郭台铭打来 他说不要 不要去这会儿 朱立伦要提名我们 我们赢就好了 提名我们就好了 不要再用开记者会的方式 会让人家觉得太激烈 有点逼宫的感觉 连要开牌了 郭台铭 他们都一直认为说 朱立伦是要提名他们的 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到说 初选结束了 他们这个其实也不叫初选 就是征召 这个游戏规则 走完了以后 你看到郭台铭他的心态是什么 郭台铭很明显的 他就非常不爽 你看当初帮忙他 你看光琴 这个就跳出来了 就仗义直言了 你看到陈玉珍 讲到到现在 这一些人挺 本来站在郭台铭旁边的 这一场征召的人选出来以后 没有人去帮过 侯友宜讲过一句好话 我为什么风暴即将来临 就是说你会觉得很奇怪的 就是说你如果租 你今天当一个党主席 你许了郭 把他弄进来了 你应该是好像是感觉上 就是你比较偏袒他 然后你觉得一需要 整个中文国民党需要他 才会打赢 为什么大家会认为说 郭非常有希望 你看在5月17号的前几天 我看我对面的原资 他也开始讲 国民党开始讲 平手不算 至少一个七八八八 甚至也会涨到十% 大家会讲说 还是有点道理 如果平手的话 人家侯友宜是国民党中人 那你郭台铭又不是 当然稍微就觉得证明 你有两把刷子 比国民党的人权里面还好一点 才可以取代整个中国国民党 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要征召 要开牌之前 郭台铭的声势确实上来了 甚至于已经让国民党觉得 搞不好赢我们3%5% 3%到5%不算 不算 3%到5%不算 现在是那个民调 的确郭台铭比较高 就硬生生的把郭台铭做掉 那现在变成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说侯友宜到底跟朱立伦好不好 侯友宜跟朱立伦好不好 当然不好 他怎么会好 侯友宜 朱立伦一定会觉得说 你以为我感慨的呢 你也知道我朱立伦是要选总统 你偷向我你做副管长 来到新北市这些管都都帮你 你今天有办法干到新北市 现在六都最大的一个租豪 你又不甘怀 你心目的还要那么大 朱立伦的想法一定是这样子的 侯友宜就想说 我做到当然我最大母的 我大一大做 我又不让你做起吃 我如果有一天做了总统 朱立伦你把他做腰的时候 我们也叫旁边的预奖筋 拿两碗给朱立伦吃这个 所以两个人之间你说会好吗 不会朱立伦至少一定会觉得 跟你侯友宜不好 你这个人就稍微 稍微有点成就以后 连我这个过去的老板 他说侯上来他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这句话为什么会在 这个整个朱立伦阵营 你们会发笑的原因就是说 我还真怕你侯友宜 真的是变成一个大咖 你上来以后 我朱立伦什么都没有 可是问题是说韩国瑜跟 整个跟郭台铭好吗 也没有那么好 但至少韩国瑜心目中 在看待这个整个侯友宜的时候 他那口气还放在心里头 你看当初韩粉 怎么去骂侯友宜的 会想说 侯友宜 韩国瑜在宣众痛的时候 你都总不怕胳膊 感动的 你最大的一个诸侯 所以你说 韩粉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韩粉这些情绪怎么来的 韩国瑜 就是把整个韩国瑜的情绪里面 他就会让底下的人 全部都去知道 所以来看的话 你说到最后韩国瑜 你说他对侯友宜本身 他会很心甘情愿的去挺他 也不会 所以就是因为不会 才有高瑜人 找一天下去运作的一个空间 高瑜人下去找韩国瑜 要干什么好事 总不会说 我高瑜人 我下来找韩国瑜 我是为了促成韩国瑜来挺郭台铭 不会嘛 没有人会这样去想嘛 也就变成说 你韩国瑜如果是不要去挺郭台铭 让整个侯友宜出现的话 人情啊 看起来你侯友宜现在是最大咖 看起来是我把他弄得 郭台铭出来 把你弄得情势很紧张的时候 我再做个人情给你 没关系 郭台铭那咖我给你倒出力 结果 你以前在做团的 夫妻上我给你的 新北副市长也是我给你的 你这一局要当中国国民党的总统的一个参选人 要这边要征召你 还是我 而且是我最后的关键里面帮你击倒 郭台铭 神也是他 鬼也是他 所以问你说这个是叫做局中局吗 不是的话旁边这些人为什么这么会生气 但问题是我会觉得 很热闹 这样也有一个好处 郭台铭这样子的话 他如果心里头 还有怨气的话 你说叫郭台铭心甘情愿的心悦城府的站出来挺你 侯友宜 你睡不用睡 你不用面望 还有一咖 还有一咖 看起来比这两个还要可爱的叫做谁 柯文哲 所以你说郭台铭到最后 你说他走到侯友宜家去 他会比较开心一点 还是走到柯文哲家去 郭台铭他看起来会比较受到尊重 然后心里头比较舒服一点 想也知道是郭到最后跟柯比较有可能 现在这些挺郭人士 包括郭粉等等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他们现在喊出 吴郭投柯 那也包括一些泛兰的县市长有松动的迹象 中东你就说了 侯友宜是无情无义 如果说郭能够出现的话 会全力支持 明凤姐怎么看这样的关系的进展 也就是说朱立伦派出岳父都出马了 显然是对于侯友宜是要全力的相助吗 还说背后有另外的考量 但其实这也当初还回归到 郭台铭对于黄建廷非常的信任 什么事都事先跟黄建廷讲 但是讲了结果没有想到 竟然会出这一招破坏这个郭寒之间的合作 其实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郭寒敏就是一股气还没有下来 那这股气呢 他就现在是不断的透 他自己不放话 然后就自己叫周边人去放话 那放话之后呢 就国民党就继续没有办法这个平静下来 那郭寒敏这股气到底要发作到什么时候 那他自己如果说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危机 就是一个所谓的什么暴风雨前的宁静还是怎么样 郭寒敏如果这口气 我经过这个已经一个礼拜了 还没有办法咽下去 他接着就会有行动 那如果说他咽下去了 好叫几个人出来放一放 然后党中央什么话都不敢回 他们现在说要遵郭 对对 他说遵郭嘛 然后不敢回嘛 然后呢就等这个郭董把脾气发完这样子 那可是万一郭董脾气发不完的时候 那国民党就是要 没有那么简单 郭台铭今天下午要跟谢典林见面 对 还有跟周典论这些人 其实他们都还有后续会有在动作 他就借着所谓的感恩之旅 就继续再走这个庄角嘛 那所以你就看起来就说 这口气可能郭台铭到现在还没有咽下去 那他走这些庄角 他一直一定是问他们说 我觉得啦 一定问他们说 如果我出来 你们到底要不要靠到我这边 因为他这口气如果说 还持续的泡打党中央的时候 就表示说他还想要一图嘛 还要这个有决心一图 力图振作是吧 力图继续选 那靠他自己现在在联署 我觉得他恐怕有点 有点这个吃力 搞不好那他跟郭的 跟柯的合作 到底会不会有因为这个东西的计划 我带兵投靠 我带兵投靠的时候 我跟柯 摊牌的时候 谁当政 谁当负的 这个东西就很难讲了 柯 柯当然我现在已经完成党内的提名了 然后我520 这种800发表一个 我要选总统的这个宣言 可是我如果柯 我真的可以把这些党内的这个地方派系的这个投人啊 带去投靠民众党 然后跟民众党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郭柯 合在一起的这个组合的时候 你觉得你国民党惨不惨 国民党很惨啊 国民党就糟了 对 那你对这些人对于柯文哲到底有没有吸引力 柯文哲虽然这些人 柯文哲这种人看起来每次都仁义道德蛮准的 可是你知道这次2022年九合一选举的时候 他自己也去找过中东警啊 他也不会嫌中东警是什么 有钱客人嘛 他唯利是图嘛 所以说我觉得国民党这一场局 就是很难解嘛 这个东西就是凸显 国民党一直都没有民主的DNA啦 我请问你 我们需要每一年去问民进党 你们总统要怎么选吗 不用吧 就是中常会把时间定出来 然后就有一定的规则往下走 可是这次就不是啊 国民党为什么每一年都要为你总统要怎么选 每四年啦 每四年的规则都不一样 对每一次 然后每四年都要为你总统要怎么选 那如果你朱立伦你是坦坦荡荡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韩国瑜本来就不想公开支持郭啦 我觉得韩国瑜对郭的恨还不会消失 他同时讨厌两个人 就是侯友宜跟郭台铭应该是不上 都不喜欢 因为郭第一次就有托人 去跟韩讲 韩国瑜讲说我们见个面 韩国瑜就拒绝了 那这一次我猜是托傅昆琦出面 因为傅昆琦在韩选总统的时候出力非常多 所以才勉强在拍个照这样子 那至于这个朱立伦的东西也可能去了解一下韩 到底是不是说真的就要去投靠过 因为他也没有办法掌控韩 所以这个就是叠对叠 两边都是狗咬狗一嘴毛 那所以说今天问题在于 你朱立伦定了一些时程 定了一些游戏规则 你就应该公诸于众 你不但要公诸于众 你应该更对党员交代 应该不敢公布吧 对 你就是不敢公布 如果你今天我坦白我这样定一套东西 我跟党员公布了 我跟大众公布了 今天有郭吵架的本钱吗 有侯友宜吵架的本钱吗 之前侯那边也动不得掉 也就传出来说 朱立伦也叫我4月27号 我本要造势的 也叫我不要动啊 那显然朱在这两边的话 可能是讲一样的 但是因为这边尊郭 所以呢这边有 我们话现在就只能听一半 但是这个事情的终结 还是怪你中央党部 我就期待这一场局的真相 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史上最大谜团的初选了 我们都很好奇 希望郭有行动 如果你觉得真的是对你不公平 那你就走 你就走自己的路啊 有时候不对 对不对 你有博人对我不仁 我还要对你有利益吗 对 那你就有造反了 这个正当性吗 郭台北应该一博吧 他既然要跟谢点灵见面 是不是也要问这些地方的派系 是不是要继续支持他 他是不是可以继续往前冲 对啊 否则他就不用再去见这些牛鬼蛇神啊 对不对 他一定觉得朱立伦有讲这些牛鬼蛇神 我刚好再去跟这些牛鬼蛇神 这个会一会 然后这个他们搞不好就很气愤 气愤的 就要骂他们牛鬼蛇神 那国台北就有机可趁啊 那也有机可趁的同时 也有出走的正当性嘛 我不会被朱立伦这个局射入圈套里面 然后就走不出来 那我也可以去跟柯文哲合作的时候 我跟客户者一旦合作 我侯友宜能不能赢 赢过我 那还很难讲耶 这一分裂之后 这个东西就是就 就这个凭实力了 这个东西就地方派系 也可以动员啊 然后郭台铭又有很多 这个现金的资源 对不对 这个人跟钱的资源 不是整个选举里面的大中 还有关键性的物件吗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党中央你讲不清楚 那你就活该 活该人家有出走的正当性 你就知道人家出走的正当性 那我们就等着看这个 看这个郭下一步的怎么动 怎么做嘛 我觉得他这口气 就是咽不下去了 对 郭台铭的下步呢 都是影响侯友宜的这个竞选 到底能不能顺利 毕竟现在党内的整合非常重要 但是侯友宜有在做吗 光是郭粉这一块 能够弥补回来吗 袁志远你怎么样看 因为包括你看郭粉这一块 很大的一块支持 地方的这些议长 也是很大的一块支持 那如果说侯友宜都失去了 那侯友宜还剩下什么呢 他的盘还剩多少 那特别是说 因为这个郭台铭 在礼拜天回来 很多人就说 照理说郭台铭回来的话 侯友宜应该去接机 修补一下 结果侯友宜也没去 天哪 是难道他不愿意去修补吗 还是才觉得 他自己的支持很够了 不需要这些人的支持吗 我先解释一下 那个就是黄光琴 光琴姐他报的料 我跟事实 我觉得有一段落差 因为那一场 就是所谓的韩国瑜 去跟高玉仁见面场子 主人并不是高玉仁 是新竹的林郑哲 跟许修睿他们约的 那约的同时 就找了一些人 一起来吃饭 那其中包括高玉仁 高玉仁为什么呢 因为高玉仁 曾经在新竹做过法官 所以就请他来 一起来吃 太遥远的关系了吧 他曾经在新竹嘛 他就找来吃嘛 然后也找了韩国瑜来吃 那韩国瑜吃完之后 因为那一场有很多人嘛 所以也不宜在 也不可能在那个场合 那边讲说什么 我们支持猴的啊 所以韩国瑜你不要去支持 郭 也没有人提到这个东西 韩国瑜那天吃完之后呢 还很好奇说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来纯吃饭 没有什么事情要讨论 对了就是来吃饭啊 所以 老人会 他不知道 就是纯粹就是来吃饭 那怎么那么刚好是 郭涵会之前一天 那就是刚好啊 就是刚好 那所以有些人才会 把他穿着附会说 这一定是要瞧事情 因为有些人现在就是想 把营造成说 好像党中央就是 黑箱作业要给猴啦 你看如果不是黑箱作业的话 为什么高玉仁要出马去瞧韩 那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件事啊 但他把讲的比较有故事 感觉上好像就是国民党 对不起郭台铭 才有戏才可以继续演下去嘛 所以事实真的不是这样 但是因为现在的所有人 已经选择相信他想相信的 所以我在这边讲 也很多人说 叶元智必要硬拗了 那我也都尊重 但是没有办法 我要把我这个事实讲出来 那第二个就是说 郭董他现在到各地去做感恩之旅 我觉得很棒啊 因为很多人会讲说 感恩之旅 郭董续静能量到时候跟科合 真的是这样吗 有可能是郭董续静能量之后 国民党他继续跟国民党在一起啊 就是国民党力量 我们希望这样 真的哦 我希望这样 还是你自己在想 我希望这样嘛 因为我的了解是 郭董本人 其实他当然现在一定是有情绪 这我们也不讳言啦 如果没有情绪的话 郭伴不会有这么多料 一直爆一直爆 连那个封锁 那你怎么会想说 郭伴这些续静能量 是跟国民党一起走 但是郭董他虽然有情绪 可是郭董他并没有说 对我今天就是决定 跟国民党翻脸也没有嘛 他现在就是说 好我继续有能量 最后我可以决定我要怎么样啊 你们国民党有没有派人 去跟郭台铭修补关系 一定有啦 可是 不是说 邓庄哥我刚才 不接电话了 我刚才讲了嘛 你看他不接电话 然后连那个什么赖 把他们的都封锁了 对封锁了 但是当然 当然还要继续 然后侯友宜的部分 现在就是一直不断的 就是要跟大家各界 要拜访 要见面 要请议嘛 譬如说也 他也见过管中民了嘛 韩国瑜 马英九这些都要去 那接下来就看他 能不能够让大家更支持他嘛 那这也初步来讲的话 刚变成候选人 一定需有很多事情要做 但是呢 要给他一点时间了 要给他时间 对 看看到底他能不能整合成功 各方的势力 因为整合失败就完了嘛 选举就票多 你票早就输嘛 那如果说党内都不能支持他 就惨了嘛 所以他现在会尽最大努力 是 范老师怎么样看 侯友宜也去尽最大努力 去修补关系吗 还是说就放任 反正不管了 国粉这块我就放弃了 然后呢 就说朱立伦 到底是真的在挺侯友宜宜吗 还是背后有什么样 错综复杂的关系呢 高玉仁啊 我们知道他 在台湾的政坛 崛起很久了 我们其实知道 他台湾省医会议长 对 他对这个女婿 朱立伦之提拔 还有这个所谓的 其勉之身啊 我是相当了解 为什么呢 因为知道 当时朱立伦从美国 拿到快乐学博士回来 在台大当个教授 其实就应该很OK了嘛 但是这个高玉仁 是一直培养他 从参选立委开始 然后后来选桃园县长 后来到选新北市长 一路的提拔 一路的这个鞭策他 我记得2014年那次 这一轮那次选得不好 他那次那个 那个新北市长他连任 拿到了95万票 当时游席坤是93万票 只赢了2万票 他赢得非常难看 就是你已经有桃园 县长两任的政绩 然后再让新北市长第一任 第一任改 改制成直辖市嘛 再来讲你应该 连任是游任有余啊 怎么只赢游席坤2万票 所以2015年 他一直在犹豫一件事情 他要不要选2016年的总统 那个时候高玉仁 为了征询大家的意见 找寻了各种 包含媒体 包含学者专家 还有政界人士 开了非常多场的座谈会 就在 对于说 朱立伦那个时候 要不要去选2016年总统 事实上在那边 一直在规划 沙盘推也非常多 而且好几场 都在五行级饭店举行 因为我朋友参加我知道 而且是从早上开到晚 就是一直在讨论 这个利弊得失 所以后来你知道 朱立伦为了要不要选 他很犹豫 他那时候是国民党党主席 他要去北京 见习近平 他为了这个事情 一直拖延 一直拖延 因为他怕说 我去了北京再回来宣布 我要选总统 那有人就说 你是不是习近平要你选的 对 他一直在犹豫不决 后来他放弃了 所以我比较讲 在关键的时候 会出现高于人 就表示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高于人会 刚刚讲说 为了吃饭 张荣卫 他从云林跑来 给你吃一顿饭 你说中东景 对不对 人家从大老远 跑来给你吃这个饭 不可能 这就一定是有政治的目的 所以你说 韩规说 我们就吃个饭 韩规会问这个问题 老师 绝对不是这么简单 把他都找来 把这个苗栗 中东景什么苗栗找来 把这个 所以我觉得 这就是 你说 只是因为高于人 当过新竹 当过法官 就请他来吃饭 这个理由太瞎了吧 那么几十年的事情 起码四五十年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找这个都是 不要这么扒 我觉得不可能 这就是有一个政治的目的 在那个关键时刻 隔一天 除了说郭寒会之外 诸郭会 也在那一天 礼拜一 对不对 所以我们刚才 从这个来看 刚刚我们看右边这个 现在这些饭来的地方人士 我们就一算几个人 就五个了 花莲 云林 屏东 彰化 苗栗 还有谁 台中 彪哥 不要忘了 不要忘了台南 李全教 不要忘了 不要忘了南投 还有许淑华 和胜丰 不要忘了新竹四号 高宏案 不要忘了金门 还有陈玉珍 算起来加起来 十个 这十个都不是什么 等贤之辈 这十个都是在地投人 所以这十个人里面 我们台湾22线市 几乎这一半 对 这个只要把它串联起来 就是纵贯线 还不含离岛 我认为马祖也会挺 郭台铭 金门都挺 马祖一定会挺 加起来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不可忽视的力量 郭台铭为什么 上礼拜五 十九号去日本 二十一号就回来 我们一般人去日本 第一天坐飞机去 几乎已经花了一天 回来也花 只是掐头掐尾 实在只有一天 他只有一个目的 避免520在台湾 避开520 避开520 520那天侯友 要造势 国民党要造势 他不要载 他比得尴尬 我们一般人去日本 花了机票 好不容易去 坐了三个小时飞机去 当然要 起码玩个一个礼拜 泡汤 日本多好玩 吃美食 逛街购物 怎么可能一天来回 就是不要跟国民党一起了 对 就是不要 这太明显了 而且你想想 如果郭台铭 今天苏南英 今天如果说 他真的 这个事情 他对政治没兴趣了 他起码去 从北海道开始玩起 九州四国 对不对 然后到这个 然后到这个 琉球群岛 全部从头 起码五天 起码一个月都可以 对不对 玩一个月都不为过 对 所以我看 就表示什么 这个郭台铭 他只是冲促的去 然后他就要回来 而且你看 郭台铭去的时候 他心情还不错 他接受媒体访问 说我努力不够 回来的时候 三天之后 一语不发 戴个口罩 媒体堵麦 遇语不发 不知道什么 我认为他星期大受影响 他在日本 这不能说三天 这算三天好了 我认为他的电话接不完 一定很多人跟他爆料 哎呀你看 你这边又被耍了 哎呀你看 你又被注意有人搞了 他心情不好嘛 越听越火 越听越火 可能本来还想多待几天了 对不对 就算了 赶快回来 接着回来 就说要办三场的 赶赶座谈 对 而且27号办 27号 侯友宜也在高雄造势 我那天要在那边办感恩之会 摆明了分庭抗礼嘛 对啊 就让国民党在高雄的 要选立委的这些市议员们 大家有选择障碍嘛 你到底选哪一边 你都表态清楚 你要选郭台铭这一场 还是要选侯友宜这一场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现在是怎么 火车大对撞嘛 没有人敢有 没有人能够出来调何理奈啊 朱立伦已经信用破产啊 郭台铭不相信他啊 那个黄建廷 这个本来跟郭台铭是什么 肝胆相照 现在是什么 肝胆剧烈啊 完全不相信啊 还找他来祷告 明明知道郭董是姓关公的 还要跟他祷告 然后他的写稿什么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糟告于是 我有跟郭台铭祷告 而且我里面没有承诺 我一定要郭台铭 成为国民党的候选人 就这样而已嘛 然后他还说 你们他在利用宗教批评我 是你把政治跟宗教混在一起嘛 所以我认为啦 郭台铭这次真的对黄建廷是切心啊 这些国民党的纵贯线 他们现在准备发难 他们觉得他们有机可循 他们觉得可以跟郭台铭合作 我觉得这是国民党目前分裂的最大危机 全台湾民众都看到 郭台铭的民调呢 超越侯友宜 却硬生生的被做掉 那现在呢 外界都好奇了 郭台铭的下一步到底会怎么做呢 那三场的这个感恩座谈 是不是又蓄积了郭粉的能量呢 那现在知识者都喊出嘛 吴郭就要投科嘛 那只说郭科会怎么样合作呢 我们看到这个是 科办的发言人陈志涵 他上节目他就说了 他就说呢 这个两个人的沟通默契非常好啊 合作机会呢 是超过9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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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说反正就是会合作了 那他的所谓的合作是 郭科配吗 或是科郭配吗 其实好像不是配 他的意思是说 合作是指理念 或是政策上的讨论 要请教这瑞德哥 所以郭科两个人 接下来是有怎么样 无限的合作的想象空间哦 郭开铭跟柯文哲会合作 你就在吃郭台铭豆腐嘛 讲坦白就这样嘛 不客气说 你就要利用人家的政治上面的 剩余价值啦 为什么 现在对郭粉来讲 现在是这个气氛填膺哦 不要小看他们的气氛 我跟你讲那么明年的选举呢 我相信那个差距不至于像这个817蔡英文 对韩国瑜552 我相信不会那么悬殊 可问题是所以能争取的票一定要争取 那么不能少的票一票都不能少 可是你知道郭粉这边好吧 让你这口气一直延续下去 对不对啊 最后比如说只剩下一个3到5%也很多啊 3到5%事实上也很多啊 你知道吗 那么这些人呢 不要小看这些人为什么 因为本来照理来讲 12月25号在去年的这个台北市长啊 柯文哲下来以后 他的整个网络声量一落千丈 因为他最迷信网络声量 他认为网络声量跟年轻人是在一起的 这是他的这个支持者啊 的中间分子啊 所以呢他一落千丈了以后 几乎成了没有声音的人 他到处想办法要制造声量 制造新闻都没有办法嘛 现在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国民党内部内讧啊 你们不承认党中央黑箱作业 那我们大家看就是黑箱作业嘛 对不对 虽然我不喜欢郭台铭啦 但是也必须跟郭台铭这个 等于说打气或因为什么 一个人你可以让他输 但是不能作弊 就是这样嘛 你用作弊的方式让他输嘛 然后让他明明整个卷起来 马上就翻过你了 对不对 马上把你这个好友给翻过去 这次你叫来 抱歉 抱歉 因为你太共 越来越共 所以你一定要在这 我给你裁判输 我当然不服气嘛 对不对 而且四个小时又十分钟 请问你 这个黄建廷跟朱立伦 到底跟郭台铭讲了什么 他会误判说 一个沙场老将 累积两千多亿身家的人 会误判说 啊那个 国民党要征召我 所以我要安慰侯友宜 听说还亲自开车 去新北市见了侯友宜耶 要安慰他 那怎么会这样呢 你知道吗 所以不可失忆嘛 那么 郭台铭的下一步 我告诉各位 郭台铭这一次 包括他找来的四家 这个媒体公关公司啊 其中一家媒体人为主的 一男一女的两位 这个操盘者啊 这一次 能不能在操盘的 非常漂亮 我们必须这样讲 你看他 那个造势造起来了嘛 至少又去夜访 这个 这个柯文哲 又去这个新竹建科吗 然后呢 又去这个 这个板桥 这个慈恢公 来赌这个 等于说 这个等侯友宜呀 不断的造势 他的新闻 跟他的 包括他的演讲稿 包括什么 越来越上手 你知道吗 这就是这个 等于说最可怕的地方 四年前 郭台铭在党内出选了 以后呢 翻脸 他在此之前 曾经说 如果是韩国瑜出现 他会支持他 支持国民党 翻脸的结果 最后大家把矛头 包括韩粉 都指向那个郭台铭嘛 都去骂他 可是你要知道 这一次你没有发现吗 当他背这么黑 他这口气 如果吞了下去 就没有黄光琴 这些人的爆料啦 对 所以他 我想坦白就没有啦 对 如果 如果这口气吞下去 算了 算了 让你真减 让你真气 我说他不得了 炸毒啦 就是这样子嘛 我就算了 那就不会有那么多 恩恩怨怨 是是非非 也不会有感恩之旅啦 就算了 我认了 你知道吗 可不是 郭台铭不是这样的人 他不是跟你耍 可以耍的人啊 你不能耍他 他不会公开去骂国民党的 我告诉你 是不是 他要上飞机的时候 要去日本的时候 媒体问他 在机场前面 他怎么说 我对不起中华民国 还有点哽咽哦 我对不起中华民国 我努力不够 听他这些话 你会觉得怎样 不舍啊 他的支持者会觉得 惊人这样 对待他还这样 你知道吗 欺人泰胜 选举啊 选举不是在选公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未必一定会支持你 未必一定会去投票 未必一定去拉票嘛 但我恨你 我恨你的话 那个仇恨只一拉高 对不对 也就是当郭台铭的 这个越低调 身段越柔软 他的郭坟越不舍 而且他凝聚力越大 你不要小看那个凝聚力 我就跟你说嘛 好 最后就算只剩下3%5% 也够你呛的了啦 我讲坦白的啦 所以你就知道嘛 那么现在郭台铭 越用这样的姿态 5月27号 侯友宜会在高雄 有一场 也是别人办的 但他会来 参加的那一场 结果郭台铭的第一场 感染之旅就在高雄啊 同一天啊 同一个时间啊 在不同的地方 一个钢山 一个这个等于左营嘛 很近的耶 很近耶 你知道吗 会会爆出什么火花 没有人知道啊 所以呢 事实上 我如果是侯友宜啦 那现在这个朱立伦不是说 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错嘛 对不对 他没有认错啦 他说都算他的啦 他愿意概括承受啦 让国民党的什么 我说好听话啦 你不要乱搞 你不要这样子啊 自以为聪明啊 要去耍别人 搞全盟 搞到现在不可收拾 我不客气说啦 你是一个有这个 等于说政治领袖 那个前瞻的一个 一个国民党的主席吗 你如果能够前当独断 就直接征召侯友宜 这样就好了嘛 就不会有那么多呢 大家都打起来嘛 你把门票给塞下来 给堵住了 别人就没有话讲了嘛 对 然后现在是 从现在开始 我要是侯友宜啊 我立刻三更半夜 我立刻奔到这个 等于说郭府去 想尽办法 也要见到郭台铭 跟他鞠躬 跟他道歉说 不好意思 给兄弟 对吧 他都说兄弟嘛 对 他跟我讲话也是 兄弟啊 都这样嘛 然后他跟人家传解信 也是兄弟嘛 既然你们都拜关公嘛 那你侯友宜应该去跟郭台铭说 兄弟 不好意思 对吧 有吗 你跟他低头 郭台铭这个人吃软不吃硬啦 你知道吗 你跟他低头搞不好有效耶 但我问你嘛 我问你嘛 像他国民党阵营这些人 说都有打电话 12个小时打三通算多吗 打三通不接电话 然后就不打了 也不登门 请罪不登门拜访嘛 不要小看郭台铭 郭台铭不讲话 下面这些人的愤怒 郭台铭越低调 郭台铭越跟大家讲 是我不够努力 是我不够 是我怎么样 对不对 一切都怪我的时候 下面那些人的那个零距离 跟那个反叛力 对不对 会更深 那对你国民党来讲 明年的1月13号 大家走着瞧 对的确 现在郭柯合作 让外界产生高度的一个联想 柯文哲今天有说 有时间再去拜访郭台铭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照理说蓝营应该是糟了 情况糟了 那侯友有去修补关系吗 余翔你怎么看这样的情形呢 这个就好比 我们一个部队 到了冲锋发起线 连长说 各位弟兄 上次刀准备冲锋前进 冲啊 然后报警长 还没发子弹 没发子弹 你叫我们冲什么 对不对 现在国民党算就是这样子 现在我们造王者 已经造出了最强的母鸡 就是侯友宜 所有弟兄姐妹 我们冲啊 报主席子弹 子弹找这个贡主药 找侯友宜 我是负责造王 我没有负责酬军物量 我没有负责酬军火 现在我赶快把这个 最棒的母鸡挑出来了 难道最棒的母鸡 我这个主席 还负责帮他孵蛋吗 母鸡要孵蛋 我只是负责把最好的母鸡 找出来 找出来了 所以现在侯友宜 沉浸在这个所谓的 天下第一 最强唯我独尊的喜悦之中 你看侯友宜到任何地方去 不一样了 他受所有媒体的访问 眼角带着微笑 带着自信 然后你们这些记者问我 那你们问的什么 屁问题 我这烂问题 我告诉你 我最强 对不对 要问我 排队 你哪一家呢 我告诉你 慢慢都会出来 侯友宜的那个 所谓的傲慢骄傲 所向披靡已经开始了 朱立伦算到没有 早就算到了 你这猴子尾巴一翘起来 我知道你尾屁股是红的 我早就算出来了 你一定会这样 那朱立伦现在在做什么呢 你知道吗 侯友宜听说访美 朱立伦要陪考 要陪考 九月是吧 要陪考 这个陪考在彰显什么事 真正有料的是陪考的 这个公子哥是没料的 以前没有这样子吧 谁陪考 候选人自己去 还有人 党主席还要随行 对 你找了一个比我 还要厉害的人陪行 那你想想看 侯友宜的英文 没有那么好 对 他的演技比较好 朱立伦的英文 虽然也没有很好 至少他那边读过书 沟通没问题 所以你想想看 是谁跟美国的官员沟通 当然朱立伦 然后侯友宜怎么办 他讲什么 他讲什么 多久啊 那侯友宜哪 愿意朱立伦随行 侯友宜最好带个翻译器 跟那个老人一样 重听器在这边 同步翻译 朱立伦你也不要那边讲 就是翻译的那个小哥 就同步在那边翻译 包括主席 他刚刚讲讲说 我们现在两岸关系在怎么样 那我现在告诉他什么 然后他发音 最好这样 你否则朱立伦去陪考 就是什么 就是儿皇帝 就是儿皇帝 这个孩子刚出道 第一次选总统 我选过两次了 都没上 虽然但是我有经验 你体谅他一下 表面上看起来在帮侯友宜 重点是为什么 我在帮我四年后铺路 对不对 因为你想想看 朱立伦从今天开始 到任何的场地去服选 朱立伦在提名 征召侯友宜之前 在国民党内部 是不受欢迎的 认为这个是换柱 这个人自私 这个人满脑子都是精算帮自己 这次洗脱了 洗脱掉了 如果没有郭台铭 朱立伦的这个换柱的 南欠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title 洗不掉 因为有了郭台铭 我连郭董都敢得罪 你还说我自私吗 你去得罪郭董看看 我郭董都敢得罪 所以他在我问你讲什么 所有的委屈对我来 所有的不满 朝着我朱立伦来 我一肩扛 就是要洗掉换柱的 那个南欠的title 这样哦 洗掉了 谁把他洗掉了 郭台铭 郭台铭如果这场 总统的初选 类初选 演得不够像 异性蓝山 对不对 我也不搞大肇事 我也不拜访中常委 我也不找立委吃饭 人家会吸血朱立伦吗 那个侯友就讲说 哎呀 郭台铭本来就差我很远 你做你什么king maker啊 你算什么了 我根本不理你 本来就是我 就是跟慈神一样啊 讲了半天 还不是我 他根本不会谢谢你啊 可是现在有 顾言郭台铭也很像 然后朱立伦被骂了 那你想想看 只要那些郭粉 骂朱立伦 骂得越凶 朱立伦在党内 所谓的洗掉换柱的 就洗得越干净 这样哦 还有这种效果 我告诉你 朱立伦就是要洗掉 换柱的那个污名 别人洗不掉 如果这次就顺顺利利的 征召了侯友宜 洗不掉嘛 人家就讲说 哎呀你征召他 不是因为你自己没希望了 所以只有征召侯友宜啦 侯友宜就讲说 你看还不是我 我就慢慢拖 拖到七月底 党代表大会之前 还是我 可是因为郭台铭出现 侯友宜紧张了 侯友紧张了 所以他把议会提前了 然后朱立伦说 没关系兄弟 我来扛 千刀万寡朝我来 我就是会挺你 挺最强的侯友宜出来 那等到 党代表大会举行的时候 大家 大家会不会感谢朱立伦 会哦 主席有吵死 你连郭董都敢得罪 然后朱立伦以后 到了全国各地去 帮所有区立委 辅选的时候 这些 司议会怎么样介绍他 介绍我们 无私无我 最强主席 Kingmaker 朱立伦 各位好 多酷啊 多酷啊 可能那时候侯友宜 是绅士掉第三 朱立伦变成最棒的赵王者 最棒赵王者 最强的赵王者 竟然是利用侯友宜 然后来成就朱立伦的身世 利用侯友宜 利用郭台铭 来洗刷患住的污名 不然我讲 各位观众你想想看 朱立伦那个患住的污名 要怎么洗 一辈子洗不掉 永远记得你是计算师 你是为自己 你是自私自利 这一次 牺牲了郭董 郭董越骂他 骂得越用力 朱立伦越开心 你知道吗 所以按照现在应该是 国民党党中央 是不要回应郭台铭 都不要讲 为什么突然间 黄建廷跳出来 跟黄光琴PK了 这样才精彩 朱立伦才洗得干净 你的骂名 你的这个所谓 对朱立伦的不满 郭粉骂朱立伦 骂得越凶越狠 我告诉你 那个患住洗得越干净 他2028才能重生 那你如果说 这个侯友宜 9月访美朱立伦要随行 那侯友宜可以拒绝吗 侯友宜拒绝的话 就没机会了 就没机会了 因为侯友宜怎么安排 侯友宜要怎么安排 侯友宜只能去新加坡 所以他美国没有人脉 还是要靠朱立伦安排 只有靠朱立伦 那就被朱立伦掐得死死的了 朱立伦他在美国 设了一个国民党 在美国的办事处 对一个党部 他可以完整的安排行程 你叫侯友宜去安排谁 建FBI吗 对不对 还是见谁 还是得靠朱立伦 还是要靠朱立伦 所以朱立伦我陪考 那个兄弟 我全程陪你 你都在前面 我都在你后面 对不对 我都不会讲话大声 就小小声的讲 那这变什么 儿皇帝嘛 就是儿皇帝 这一次侯友宜 不管到任何地方 到美国到日本 出尽洋相 而朱立伦呢 收尽风头 风风光光 对那你想想看 最后谁赢 我告诉你 千万不要认为朱立伦 是一个这么容易就认输的人 所以朱立伦也不管侯友宜 是不是能选上总统 反正最后是朱立伦赢 朱立伦不是跟郭台铭讲过了吗 对 他选上了我什么都没有 已经很明白了嘛 对不对 那希望你侯友宜能赢 赢得最好了 如果不能赢 那我朱立伦活过来 这才是真正的盘算 所以这个后面的水 深不深 非常深 真的非常深 对于书先生 把我们讲解 这个蓝营真的是 水非常深 也真的是不晓得 他们在背后 打死人帮他算盘 背后真的 是真的有这么深的心机 这么深沉的沉浮 让外界都看不懂吗 范老师怎么样看 现在最新情势 然后郭柯合作 当然给外界联想 那对于蓝营 蓝营的回应 真的当然就觉得 里面摸不着头绪 到底他们是怎么样盘算 当然也有所谓的 李正浩有说吗 感恩之旅恐怕会成 拜票之旅 那所以蓝营整合 郭台铭是有相当的难度 这个部分恐怕就是 难道就是一切的苦果 让侯友宜去撑吗 然后最后是 朱立伦坐收羽翁之力吗 如果侯友宜跟朱友宜 去美国访问 朱友宜到什么CSIS 什么智库对不对 遇到美国的这些国会议员 英文直接侃侃而谈 可以用英文发表演讲 你侯友宜怎么办 压子听了 你听不懂 你讲话还要翻译 那就low了 那就高下立判了 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说 侯友宜真的要跟朱立伦去吗 我觉得去的话 其实是凸显朱立伦的 国际的能力 而且我跟你讲 他到美国去 很多这些学者官员 直接叫他名字 叫英文名字 他直接都认得出 你是某某议员 可以直接 大家可以社交 侯友宜就冷落在一场 还会傻傻的 人家还以为他是主流人的随护 我觉得那个画面会很服务 而且会出现说 你侯友宜根本就没有国际官 那到国外就出了叫出洋相 我们说洋人到外国去出洋相 所以这就是彻底的出洋相 所以我觉得 郝友宜真的慎重考虑一下 你说这个 你看他上个礼拜 这个礼拜六在三重办那个活动 我一开始他上面 因为我一开始看那个直播 他说董事长开讲 我说怎么会是董事长 我就说那个场地 是不是郭董刚刚用过的 你还在不及拆那个招牌 他说不是 他是跟这个 我们那个 吴子佳 吴子佳 吴董 我在想起 原来是吴子佳的场子 那我觉得为什么 你要用吴子佳的场子 又是一个现场直播 没有凸显出侯友宜 没有凸显出